CIVIC 八代、九代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 當然是CIVIC 八代或九代 那這一台的是CIVIC 九代 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安裝KT 進氣板,是進氣板的避震器 把鏡頭轉過來,這樣比較清楚 這台是CIVIC 九代 那本來車友的話其實也有升級了一些改裝的零件 譬如說這個是高動力D1的多爾塞卡鉗 然後鋁圈的話呢,目前是17吋的 過幾天之後車主也會把它換成18吋的前後配的鋁圈 目前的話是17吋的 那今天要裝的是進氣板的 是進氣板的避震器 所以後面的桶身是加粗的 那後面的彈簧呢 一般的話道路板KT的話是配置6公斤 然後今天的話是配置的8.5公斤 是進氣板的設定 Hello Alina 你好 好多朋友耶 阿強你好 今天要做的是進氣板的 那今天剛好是假日嘛 所以我也有空一起來幫忙施工 所以等一下會把鏡頭轉成我在施工的一些流程 那車友呢,有問題不用客氣喔 就盡量在線上詢問 這個是KT 他有附一些零配件 像這個是強化上座的話呢 裡面的軸層是日本的口右軸層 不用再沿用原廠的上座 KT的話就有附上座 那這台是進氣板的 它的離載蒜的話 就沿用原廠的就可以 不用再改短的離載蒜 其實CIVIC9代的話 它的離載蒜呢 的壽命的話滿長的喔 那為什麼會把它做原廠的離載蒜的原因 在這裡呢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等一下提到的問題裡面呢 如果車友們有問題的話 不用客氣再盡量詢問 這個是他原廠離載蒜的長度 他原廠離載蒜比較長 那有一些的改法是把這個固定點要往下挪 用意就是讓它的車高能夠降的更低 但改了短的離載蒜之後呢 它的作動的幅度會比長的還要來的大 當轉向的時候它的這個球頭的角度呢 作動的幅度會比較大 所以改短的時候的壽命呢 通常就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KT後來有把它改成喔 就是沿用原廠的離載蒜 那它所使用的壽命呢 就能夠比較長一點 所以這個這樣的設計的話呢 就會建議了喔 用原廠離載蒜的壽命呢 通常會比較長 所以今天要裝的這個進氣的版本呢 也是沿用原廠的離載蒜 那它有一些固定架的部分 譬如說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這個的話呢 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模一樣 你看這個鎖孔也都是跟原廠的 那這裡有一些 這個是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CIVIC9代的話呢 它會有兩個扣具的位置 分別在側面的位置 那這個的話都是跟原廠一樣的扣具的位置 做的還蠻精準的 就很準 那進氣版的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KT是配置的10公斤 後面的話是8.5公斤 如果比較希望初級升級的話 那就建議裝道路版 如果口味比較重的話呢 那就會建議啊 裝進氣版的 那裡面的阻尼友 KT所選用的阻尼友 就是義大利IP的阻尼友 然後裡面的油封呢 就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然後裡面的油封呢 就是用日本NOK的油封 哈囉 棕衣你好 那個 耿維老闆你好 這個是 這台是CIVIC9代 車主的話 這個是愛馬龍電瓶 還有做一些 小改裝 燈具的改裝部分 那Logo的話也換成紅色的 這邊的話還沒有喔 還沒有拆下來 這邊的話是 目前車上改裝的產品 也是台灣的D2的 那在後面的Hirokey啊 調整機構上呢 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譬如說呢 KT的話是用比較小顆的Hirokey 那這樣的優勢呢 是在於說 如果呢 車主這樣8.5公斤的彈簧 還不夠的話 也可以把它換成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上下內進呢 都是62.5公斤 就可以轉成直捲彈簧 那要下 直接下賽道的程度的話呢 也都OK的齁 那後面的競技版的筒身呢 它就是出的了齁 是M50的筒身 所以它的阻尼紙的話呢 下壓跟上拉的阻尼紙呢 都有特別做強化 那上部的 它的防塵套的話呢 是做全罩式的防塵套 這個車子還沒有降下來 當降下來之後 它會全部都罩住 而且這裡的話 是有做一個間隙的 所以水的話不會激在這裡 這裡也比較不容易生鏽 那它的筒心的話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保護這個 銀色這個活塞感 避免說我們在行進間的時候 有石頭呢 飛上來去打到齁 讓它軸心有損壞的時候 就容易從油風當中 把油帶出來 這樣就會造成肉油的狀況 所以 防塵套對軸心的保護呢 是還蠻重要的齁 這個就是 有點暗齁 這就是全罩式的防塵套齁 這個是上座 上座相比的話 是用原廠的 那防塵套的話 可以全部都照住 對筒心的保護呢 就一定 比較優勢的那個 保護的效果 車主降低 今天大概會降到 大概兩指幅左右 其實也沒有很低啦齁 但車主的話 日後會把它換成 可調式的 仰角調整器齁 為什麼要改仰角調整器呢 因為 這個三角幾何 當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它的 幅度的話 Camber的角度呢 這個是後輪 當降下來之後 Camber的角度 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 原廠的話呢 頭映 輪胎這個角度 是能調的 但是Camber不能調 所以當車高降下來之後 就比較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所以 如果降低的幅度 有比較多的車主呢 Civic 9代 8代的車主 就會建議 要改仰角調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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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它輪胎會痴胎的狀況 那它後面齁 調整車高的方式呢 有點不太一樣齁 調整車高 一般我們 一般的車主的話 會誤以為把這個長短 把它調整車高就會改變 其實並不是靠筒身 後面齁 並不是靠筒身的調整 來改變車高 後面的車高調整幅度呢 是靠這裡 是靠這裡來改變車高 這個我們一般 叫做HILOKEY 就是彈簧調整機構 那彈簧調整機構呢 我把它調長之後 這裡的 我手指頭這裡的距離 如果變長的話 它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這裡呢 距離變少之後 它的彈簧跟HILOKEY 加總起來的距離 變少之後 車高就會變低 那這台車的話 如果後面靜忌的設定的話 降到最低 大概是半指幅左右 也就是說呢 連這個有貼貼紙的 這個托盤呢 這個銀色的齒輪狀托盤 都可以拿掉的話 降到最低大概剩半指幅 甚至是稍微少一點點的幅度 所以這樣的設計是 如果有要降很低的車友的話呢 靜忌版都還有辦法 降到很低的幅度 那當然降很低的話 就會建議要搭配仰角調整器 那像這一台的話 是有它的仰角上面的話 後仰角上面的話 還有一個燈具的水平感應吊架 這個固定吊架的話 在選購仰角調整器的時候 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要有這個零件 才有辦法鎖附這樣的調整機構 那剛剛說的調整車高 後面是依靠這個部分嘛 那這一個桶生的話呢 這個調整車高它才是老大 桶生的長短呢是老二 所以當這個長短調整好到想要的車高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這個長度 那密技就是 不要把它預載彈簧過多 我們不可能會把它調的太長 太長的話呢 它的彈簧跟調整機構呢 整個是會鬆脫的 就一定會有異音 那調整的 太短的話呢 彈簧就預載 就壓縮到了 就一定會不好做 像剛剛車主來的時候 原來的避免機呢 就有稍微預載過多的狀況 那想當然了啦 就一定不好做 因為一般我們常常會遇到 這樣的可調式的避免機 其實車主都會說 誰裝的都一樣的品牌 但是為什麼誰裝的比較好做 誰裝的比較不好做 其實呢 說開了也沒有什麼秘訣 就是主要就是後面的 這兩個機構的配合呢 一定要配合得好 才有辦法做到好做 而且呢 萬一如果彈簧壓縮的過短的話 它的桶身的壽命是會有影響的喔 因為遇到坑洞的時候 它的桶身呢 是會拉側 拉過大了 過大了之後呢 它的軸心上部呢 就會有出現異音 那9呢 也會縮短桶身的壽命 所以後面的調整呢 在CIVIC 8代跟9代安裝的時候呢 請車主啊 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 像類似這樣的細節 所以這個是後面呢 要特別特別 在安裝的時候 特別要留意的部分 那前面的調整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了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對了 後面我們先來說一下好了 後面的話呢 阻尼調整的話 這裡有一個飾板 我們飾板稍微掀開之後呢 來這裡可以看到一個KT的LOGO 就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調整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調整軟硬 順時針 這裡有一個H H的方向呢 就是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阿魯老闆 那個阿魯老闆 那個台北盧州的 翔陽輪胎的 那個吳宗玉 阿魯老闆 店裡的話 也都是CIVIC 9代跟8代 如果在北區的車友的話呢 有想要裝KT的話 也可以找那個吳宗玉 翔陽 老闆 安裝 這台是後面 後面的話 已經安裝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左前好像也已經安裝好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跟後面就不一樣了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整體的長短度來改變車高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的話 是會一樣 那要怎麼調整 我現在的話 大概會調整大概兩指半左右了 那所以這個托盤呢 往逆時針方向鬆開之後 腳管往下挪的話呢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腳管往上挪 整體長度變短 車高就變低了 所以它的調高跟調低呢 這裡局部呢 都不動 KT的話都已經設定好了 這個都不動 所以調整車高呢 就單純從這個地方 那這一套的 競技的設定呢 前面最低的話 有辦法到輪胎跟葉子板 切起的幅度相當低 那今天車主並沒有要降那麼低 因為車主的話 預計日後是要換前後配的輪胎 前面的話是要換二五四五十八的 所以它的等一下的預計的幅度的話 都會大概做到兩指半左右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還沒有扣到 這個都還沒有鎖好 現在已經鎖好了 這個螺絲這個是 這個已經是換了 D1高動力的卡鉗了 所以這個油管的話已經換成金屬油管 那不論是金屬油管或者是原廠的油管 固定位置都是一樣的 都是從這個地方有一顆螺絲 螺絲鎖緊之後呢 其實都不用用束線帶 都是跟原廠的固定位置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有ABS的線的感應扣 這兩個位置都是跟原廠位置一樣 那當安裝好車高調整好之後呢 這個托盤呢 務必要把它旋緊 因為前面是麥花繩 它的筒聲呢 是會隨著轉動方向盤旋轉的 所以它托盤一旦鬆脫的時候呢 開起來就有Co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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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音音了齁 所以安裝好之後呢 這個托盤呢 記得一定要敲緊 今天有偷懶齁 剛剛沒有把這個托盤呢 把它拆開 所以在拆這一顆螺絲的時候呢 有花了稍微比較久一點時間 那這一台還是會比較建議 我們把這個試蓋把它拆開 會比較省時一點 那如果有裝拉桿的車友 要改BJG的時候呢 這顆螺絲一定就不太好拆 就一定要把這個試蓋把它拆掉 Civic 8代跟9代的 它的上座 原廠的上座 壽命也會比較短 那改裝之後的話呢 有建議車友要保養的秘技呢 就是它的雨刷是在上方 這個擋板呢 是在前擋下方 所以這裡通常會積水 會有一點水氣 所以我們洗車洗好 或者是日常有要做保養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這裡面呢 噴一些黃油 膏狀的黃油 讓它的走程的壽命呢 能夠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8代9代呢 車友會比較常遇到的問題 HELLO 韋成你好 價格的話 這一套是競技版的 那道路版的話 一般車友比較常裝的 道路版是兩萬六 然後競技版的話 是加三千塊 兩萬九千塊 這個是我們建議的那個 建議的售價 但是會因為 會因為經銷上的不同呢 價格會稍微有一點點的落差 現在師傅的話是在財富架這一邊 那七個八代跟九代呢 KT是賣的還蠻好的 車友很 車友很捧場 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不用客氣 再請跟我們聯絡 我們KT Racing的粉絲團呢 每天晚上的七點 禮拜一到禮拜五呢 都會更新 大概近期安裝的一些圖文分享 如果有興趣 對測試 避震器改裝有興趣 或者是有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到我們KT Racing的粉絲團 詢問小編 這個是KT的禁忌版 禁忌版 這個是拆下來 原來拆下來的 也是改裝的避震器 OK那今天的那個安裝介紹呢 就到這裡 如果車友有興趣呢 不用客氣 可以到我們KT Racing的粉絲團 追蹤 或者是按讚 那有問題 就請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